前瞻海外机构预测法国有49.6%的胜率 比利时胜率为22.6% 但是法国小组的表现实在是差强人意 射门射门转化率低至4.2% 这也导致法国队夺冠概率 从原来9.1%将下降至3.0% 历史交锋 两队在国际大赛的第76次交锋 红魔比利时是法国历史上交锋次数最多的对手 法国队在过去四次与比利时 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中的交锋中全部获胜 打进13球 仅13球 重要分析 在2024年欧洲杯的小组赛阶段 法国队和比利时队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的惩罚是彼此之间的艰难16强对决 以及落入更艰难的淘汰赛抽签区 法国队进入2024年欧洲杯时 被认为是夺冠的大热门 球队在拥有多天赋一柄的球员情况下 小组只获得了小组第二 奥地利意外地获得了小组第一 法国队主教练选择让格列兹曼 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平局中做冷板凳 但这位马德里竞技球员本场应该会重返首发阵容 他的回归应该会让法国队恢复到4-2-3-1的阵型 本场比赛姆巴佩也还有望达到几个里程碑 在对阵布兰队的比赛中攻入自己的第一个欧洲杯进球后 这位即将加盟皇家马德里的球员距离普拉蒂尼 在法国重大赛事中的14力进球记录只差1球 他也只差2球就能成为继纪录57球和亨利51球之后 为法国队打进50球的第三位球员 在首场比赛中法国击败奥地利队 从比赛的状态来看 说是侥幸都不为过 但是法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连续与荷兰队和布兰队占平 他们在进入16强之前只进了两个球 这两个进球还都是对方的乌龙球奥地利队的沃尔贝尔和姆巴佩的点球 他们在没有点球的情况下尝试了47次射门都未能取得进球 由于与荷兰和布兰的平局 法国队在最近6场欧洲杯比赛中5场打平胜一场 而此前25场比赛中他们只打平了4场胜14场 负7场 虽然比利时队进入本届赛事的期望可能并不高 但大多数人原本期望他们能轻松赢得一组 该组还包括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然而 他们只取得了一场胜利 排名第二 比利时小组赛阶段也表现平平 好在红磨将连续第三次出现在欧洲杯的淘汰赛阶段 他们已经在2016年和2020年的欧洲杯上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自2002年世界杯输给巴西2比0以来 他们在过去4场大型赛事的16强比赛中都取得了胜利 比利时在过去两场重大赛是2002年世界杯和2024年欧洲杯的6场比赛中仅见了三个球 他们的射门转化率仅为3.6%83次射门进三球 并且比他们的预期进球数少见了6.15个球 阵容阵型 法国 主教练 DDI得上 首发阵容 迈尼扬 昆德 萨利巴 乌帕梅卡诺 埃尔南德斯 坎特 楚阿梅尼 登贝莱 格列兹曼 拉比奥 姆巴佩 重要 格列兹曼本场预计会踢掉巴尔科拉重返首发阵容 他的回归应该会让法国队恢复到4-2-3-1的阵型 比利时 主教练 多梅尼科泰德斯科 首发阵容 卡斯蒂尔斯 卡斯塔涅 费斯 费尔通亨 特亚特 蒂勒曼斯 奥纳纳 多库 德布劳内 卡拉斯科 卢卡库 重要 之前被停赛一场的卢克巴基奥本场将回归首发 将取代在对阵乌克兰时表现不佳的特罗萨德 目前球队维特塞尔内收集和莫尼耶大腿阴伤还不能上场 如果费斯在本场比赛中再拿到一张黄牌 将被停赛 这导致比利时的防守困境将进一步复杂化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